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飞到那个前面去了 哦 在那里还得绕一圈 好 在那里盘旋了一圈 9.31开龙的 今天一共带来了90只 因为有几只鸽子没带的 那个留了做种的 直接做种的 不放了 放了100公里 不放了 刚才吓了我一跳 先是一直飞前面去了 我以为定向准确 结果在前面转了一个大圈 转回来了 飞好高好高的 后来转了一个大圈 直接朝夹子方向飞走了 这么一点远 如果是丢掉了就是菜货 是不是 即使他不敢从超湖水面上过 那么他从超湖城区绕道 我想他们也能够回家 还是忍不住 把车停在这里看了一下 9点59分 有三只鸽子率先归潮 就三只 10点01分的时候 是大部队归潮 究竟他们是不是跨湖过来的 也还搞不清楚 最快的三只28分钟 后面的大部队 是半个小时到家的 如果不跨湖的话 那个距离差不多有40公里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跨湖讯放 到这里就结束了